再來 上面帶我們來好 接著你看看 我剛剛覺得紅寶漂亮之外 我覺得它旁邊的那個 一排的那種波浪狀的 這些鑽石也都很漂亮 這個特別讓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在今天所有寶物裡面 我覺得它真的好美 滿像香港師傅的相公 是的 我跟你講 這時候廖文良就會跳出來說 我跟你講就是二十年摩台 大家都一樣 說不定是模具的 是嗎 我很怕聽到這種 那個蠢蠢有幾間房子 人家少說一百 你不要問他不會承認的 少說一百 但是我告訴你 早期光是在鑑這一個梯鑽的 對 鑑鑽師傅而已 他還不在工廠鑑 在他家裡鑑 就一張桌子 然後一直鑑一直鑑一直鑑 對 鑑給他把這個湯 怎麼樣 然後房子 他老婆就一直買 因為他那個 這個梯鑽都是薄梯 薄梯 然後以前 照稱重 因為你鑑好了之後 你根本就沒辦法稱重 然後師傅怎麼寫 你怎麼算錢給他 所以鑑這個梯鑽 這種鑽台的人 你問要叫我兒子去讀是什麼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好可惜喔 現在已經不是那個年代了 所以早期那個年代 因為大家都不懂 像我們的話 我在檢查這種T鑽的台子 是怎麼檢查你知道嗎 老師還把鑽石跟械子分開了耶 我跟你講 那個兩用的 那個針一拿起來 因為它已經鑑好了 是一個平面對不對 對 一個曲面 但是你要檢討它 鑑得好不好 因為你鑑得不好的話 就會高低位 是 是 我們那個琴鍵 你這樣一刷過去 就用一根針 它漂亮 就漂亮了 你就 卡住 就不行 高低位 這比喻我就懂 因為它每一個的厚度不一樣 高低位也不一樣 所以你要如何讓它鑑得好 這個開的槽 這個T鑽的面 這個開的槽 要讓它高低位 這個K-T鑑是每一個 每一個都要去處理的 增功夫 不容易 所以它不是磨胎 是磨胎 只是香鑽是手工香 香鑽是手工香 因為我就覺得這個磨胎 為什麼四成香是有沒有 我們好多來賓帶來四成香 太多了 帶來是香的好不好 這個台子是香港小賴的 香港小賴的 我們有台灣小賴 我們有台灣小賴 香港小賴 但是早期有香港小賴 早期讓他小賴出這個台 可是就是香功香得怎麼樣 漂不漂亮 影響價格 剛剛純姐很好奇 哇 你把它解體了耶 它是可以拿下來的 它是兩用的 兩用 純姐一定沒發現 沒發現 那我們就把它拿出來 原來是個戒指 然後最後兩用的 這上面有一個 後面有一個開銷把它打開 然後我們就慢慢打開 就變成一個墜子 變成一個墜子 老師 那像這樣的想法 是來自哪一國的人 也是香港做出來的 它香港做得很巧 還可以做什麼 還可以做構成套鍊 然後甚至可以做很多很多的 我聽到香港這兩個字 我就幫純姐覺得很放心 因為這個寶物 就是我給它最擔心的一個寶物 你知道嗎 它有多天兵 我真的只能說天兵兩個字 是 對 因為我們已經 這一次已經走到快後命了 我不敢說無難 但是這個真的超天兵 來 純姐你自己說 那個幾年前我跟那個 奶哥還有冰冰姐 我們去馬來西亞 代言那個雙子星 旁邊的這個房地產 是 然後那一次去 幾乎銷售一空 老闆就很高興 當地買的人跟老闆 就帶我們去雲頂 直接上雲頂去看秀 然後Casino玩 對 然後老闆就給籌碼 那別人是拿很多 他大概給我五萬塊 台幣的籌碼 對 讓我去啦啦吧 去玩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那邊 我不知道要玩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一向賭運不是很好 這個時候老師就講對了 一群香港人在那邊 五個大 我感濕感濕 哪有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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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聽到 一群廣東人在講話 沒問題啦 對 因為那天那個秀是 張衛健跟蘇永康的 所以很多香港的人 對 然後我就拿那個籌碼 在那邊看起來 好像也會輸掉的樣子 有一個香港人就跟我講說 小姐你這個拿著可不可以跟 他要跟我買 要便宜一點買我的籌碼 因為我就說 買啊 可是我旁邊那個老闆 那個朋友就覺得 蠢蠢我送給你的 你賣人家這樣好像不太對吧 我覺得這樣子也不太厚道 結果這個香港人就說 他說他賭紅眼了 但是他感覺他氣來了 他前面的都一直輸 對 他就覺得說 但是他也沒有錢 再去換籌碼了 他就拿這個紅寶石戒指 他就說不然這樣子 他說小姐 你看起來也是這個 浮相 他感覺我去賭博也是輸光 他就說 不如 對 他就說你呢 乾脆我們兩個來交換 你的籌碼給我 搞不好我可以換一棟樓 那這個戒指 你可以高貴的這個氣質 你戴著 我那天又穿全身紅 是 所以果然就是一個 所以這一個是五萬塊 我就把我的手上的籌碼 五萬塊拿碼給他 對 我覺得你今天發達了 前面都不要看了吧 我覺得那個人會是賭紅眼 然後就是天上 可能不知道哪裡 偷出一個女戒 稍微我討論 那個還好賜錢 但還有那個拉霸 對 他說他前面一直丟 他還叫他的朋友把那個 吃餃子老虎機器擋住 就說對 下一個人來 會拉到很多錢 對 那這個時候他鋪滿 已經滿了 對 封台了 他應該再丟一些進去 他就掉出來了 對 但是他跟很多人講 要換戒指了 沒有人理他 都走了 結果我拿個籌碼在這邊 你是仙女 我是仙女 對不對 不是純女喔 到底是誰掉誰 我都不知道 到底誰是 後來你有沒有觀察他 坐下來 然後有沒有怎麼樣 有沒有收穫 還是你拿了就跑 因為你覺得賺到 我就跑去看秀了 對 張衛健要唱歌了 我就趕快去 後來那個男生 把飛機包下來 對 如果他拿一個 五百塊的東西 換到五萬 他真的要趕快跑耶 所以他是賭神還是 詐騙之王啊 對啊 其實偏魂大小了 很舒適的 我的媽啊 而且一個男生 拿一個女戒出來 你還敢跟他換 不過氣質看起來滿好的 這就是 可是男生手上有女戒 還滿有那個周潤發 那種賭神的 我覺得天兵的點就在於 他是一個男生 拿出女戒來 你敢跟他換 而且他有氣質很好 對 我跟你講 我沒想過這種事 我跟你講 男人一定要戴紅色的 很多大生衣人 或者是專門在賭博的人 都會戴紅綁 就是要穿紅內褲過年 有可能是香港賭王 五億就會好 對 是一樣的 那我個人 我是覺得說 你今天要發達 來 為什麼拍賣會的數據 那個還有一個豪華台在那邊 這一個完全沒有相賺 才三克拉多而已 你知道拍賣價多少錢呢 四百二十萬港幣 這個也三點三克拉耶 三點三克拉耶 對 這個才二... 這個才二點九一喔 二點九一喔 還差一點點喔 好 事不宜遲 趕快告訴你 我們有希望香港朋友 香港朋友 真的 這個是小朋友 你可不讓我認識嗎 不認識啊 好 那沒關係... 不然給他要回去了 對 來 我們幫純潤姐集氣 今天這一屆 我們希望你可以大賺錢 請見價 五十八萬元 五十八萬元 恭喜 超值得耶 這個五寶石價格很好 這個非常非常漂亮的 整個接近於歌雪紅的 但是油加熱處裡的 泰國紅寶石 在正宿打的時候 有打仙羅啦 很特殊的 就很早期的紅寶石 那這樣的紅寶石啊 以前老實講 是一百萬以上 跑不了 所以這幾年 因為大家流行買那個無燒的 這有燒的 稍微疊一點點 對 那但是還是很值錢 因為它漂亮 你看 它的顏色 火光 這個是精工設計 都不錯的 雖然都是比較老款 但是時代背景 對不對 那沒辦法的 但是基本上來講 現在你沒有花到五十萬 六十萬 七十萬 你要買一個這個 很難很難 它品質太好了 非常好 恭喜您 你看純姐雖然什麼都不懂 傻人有傻福耶 但是今天光是 竹母綠跟紅寶石 你這兩個帶回家 每天看你就可以 笑得開心活得健康 對啊 這兩個都好厲害 那個紅寶石要不要再摔一次 對 我今天有覺得 學會了對不對 學會了 也恭喜純姐 下次再來玩 希望你樂樂健康 太棒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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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